包含新党发言人王炳中等四位新党青年军疑似与共谍州洪虚案有关 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 四人都遭搜索约谈 新党经十九日召开记者会 并邀请青年军家属出席说明状况 侯汉廷母亲耿咽称 政府像是大鲸鱼欺压小虾米 要消灭不同意见的人 陈思俊清有葛小姐则控诉 好像看到纳粹盖世太保 而自己像是犹太人一般 检方一早六点就缤分四路 分别前往新党青年军王炳中 侯汉廷 林明正 陈思俊等人家中进行搜索 侯汉廷母亲在记者会上回忆一早的搜索行动 她哽咽表示 看到大批警调人员搜查 她根本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 但她认为即使有不同立场与意见 也不需要做的这么极端 她平常都会在庙里替国家与总统蔡英文起伏 但是政府却是大鲸鱼欺压小虾米 要消灭不同意见的人 陈思俊在亲友葛小姐有人触寄诉 葛小姐说早上前醒进入搜索 好像是纳粹盖世太保在进行侦查 把房间翻得乱七八糟感觉比戒严更可怕 好像自己变成犹太人一样 林明正的妻子表示 她有询问现场警调人员到底是为了什么才来搜查 却指得跟国家安全法有关 并提到周洪旭 她虽然不懂政治 但是她相信先生却无违法 新党副主席李盛峰秀出传票等资料批评政府违法 托记者戴琪修社 2017 12 19